这个城市 不过后来我发现这个城市 有bug 哪里有bug 往人家等号 有没有 因为如果你输了18岁的话 他会变老人 有没有 所以一定要是 小于 小于18岁是未成年 所以这边好像要 如果h是 大于等于18的话 等于18岁应该也成年 然后呢 小于等于30 等号一定要放后面 是 不用再大于18 因为你 你第1个进来 他就会进到 只要小于30 小于65 只有在6 你问哪一个第2个 如果是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前面大于18大于31这件事情 应该是不用 特别写 只要写小于30小于65 就可以了 前面是多余的 这个逻辑就对 前面 等的 前面那些 其实都不用 大于等 大于18 不用 大于30 对 因为他直接进 OK 对对对 他跳进来之后 他就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对 只是说因为 可能有时候直觉啦 因为有时候习惯上逻辑是 这个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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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刚刚讲的可以少写你的逻辑 那个 但是 如果你是用 对一定会错 你做变成用 Case 用Case 来做 可是你讲了一个重点 在Python里面 没有 Switch 对就是 没有 但是 你还是 还是 这样子写还是有问题 在某个范围啊 所以你看 这个if 这个是一个条件 第二个 只是说这个要加等号啦 我们来试一下啦 当然 你刚刚讲的 大家也是可以 试试看 可能也许比较精简 我有时候逻辑是这样啦 有时候每个人逻辑 可能有时候想到的直觉会是这样 但是 习惯问题啦 写作 当然有没有 至于有没有错 我看起来应该是程式没错 因为我把他test过应该是OK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 写完这些 并且我执行 那你会发现他会有多一个那个 可以input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假设 15岁 Enter 未成年 不过他缺点是你可能要再run的话 你可能要再把他执行一下 20岁 Enter 青年 应该没错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假设是 30岁 35岁 壮年 然后执行这个 假设是80岁 老年 OK 结果是也不会 没有错啦 只是说 习惯 写法 我的习惯是会把它设一个range 反正这个range 也有点像我的思考逻辑上 这个range以下 就18 18到这个中间30 这个这个range 这个到这边 这边是65 这边是65 假设了 然后往上 假设我分成 四个区块去做判断 那当然逻辑 的写法 可能也稍微有一点点 不太一样 我想各位试一下 另外 同学说 这个地方如果把什么 你说把这个 这个拿掉 这个拿掉的话 会多 就是先判断这一个 基本上应该也可以啦 只是说 我这边主要表示 就是说 在if的逻辑里面 假设你有两 就是 连极的部分 你可以多一个and 如果交集 那你可以用or 相反逻辑用not 这个刚刚有在那个 逻辑运算值里面有提过 那利用这样的范例 主要是希望把那个 刚刚讲的东西 有提到的 利用一个范例做呈现 所以请各位 可以试试看 这边 有一个 就是 请输入那个 年龄 做判断的一个 练习 试一下 然后 一把水的沙灘